动见意识底层 全是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 国学堂 梁东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依然是和后浦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 一起来学习数问 金贵真言论篇第四 徐老师好 梁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 在上一周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了东方青寺和南方赤寺 稍时温习一下吧 就是平淡凌晨到中午 这是阳中之阳 那也在上升 然后呢 中午到下午尽管很热 但是太阳在往下走 就是阳中之阴 可是呢 从就是荷叶 就是黄昏的时候 那个鸡明就半夜的这个时候 天机 天机 这阴中之阴越来越阴 可是呢 过了半夜以后呢 阳气开始萌动 黎明前的黑暗 尽管很阴 但是什么 阴中之阳 这古人就这么分的 所以我听说有些道家的这个人士 是早上两三点钟起来 三点 三点钟是吧 那个时候呢 虽然是 当地时间 对 所以我对应我们的时辰就是立春 立春 三点 是立春的 可是人家你记住啊 睡得也早 对 新闻联播之后就 就是啊 荷叶嘛 就是 黄昏以后就是人定 对 人定 到那会儿人就睡了 不像我们现在就是气悬腻乱 对 连教典法都看不上 好 好了 我们接下来往下走 说到呢 这个中央黄色 入通于痞 开窍于口 藏筋于痞 故病在舍本 上期节目我们讲了 就是取类笔相 我们中国哲学或者中医是把这些杂七杂八东西怎么归类的 不是看形状 不是看大小 是看他背后那个真相 也就是看他那个神韵 或者叫神器 那你对应到你自己能看见的肉眼能看见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了黄色 黄颜色的位置处在中央的 是跟人的脾对应的关系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斗胆猜测一句 是不是这个黄色 它的这个波段上的这一段 和我们匹的某一些的特征之间 和它那个气是共振的 对 是共鸣的 就上期我们讲东方青色 对 入通于肝 对 生发 你看我们说了青是碧的 绿的 是吧 蓝的 这都是青色 对 我们中药也很多就是入肝精的一些药 它就是青色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经常用那个麻黄 麻黄在没摘下来 它就是炮制之前 它就是青绿的 这个麻黄为主的方子叫麻黄汤 对 麻黄汤在汤液金法里面 它是真正的小青龙汤 它就入肝精 鼓舞肝气 然后肝气一冲动 出一身冷汗 出一身大汗 寒气就被逼走了 所以我们用到很多这个青绿色颜色的药 你比如说我们用到青皮 青皮 一看这个颜色青 乳干的 清淡 解干净热毒的 还有青蒿 也是能够 我们上次讲过青蒿治疟 对 往来寒热 是吧 邵阳症 邵阳之为病 往来寒热 心 胸邪苦满 心烦喜悠 你看这个颜色就对应进去了 上次我们还讲的红色赤色褶 褶 这些红色药都入心 在中药里面很多活血化育料 全是红色的 举个例子 赤勺 单身 单身 红色的 茧草 茧草大家都知道 茧草原来都是作为染料 染衣服的 西方工业肯定就是因为 用人工合成的茧草素 就是把这个免去的从植物提取 一下就提高了很多 所以红色的 单身 赤勺 单皮 你看这都是红色 红景天算不算 红景天也是啊 去西藏的人 避免高原反应 避免出现这种 微循环 缺氧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之前人们都知道 熬点红景天吃 单皮 赤勺 还有什么 带褶食 你看那个褶 还有紫草 所以这些红色的药 我们基本上一看 中医分类 一看 入心 红色入心 今天我们讲黄色 黄色 入脾 它叫中央黄色 中 我们讲了 什么叫中 什么叫央 这是有意思的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 什么叫中 中是为不南 不北 不东 不西是为中 中间的那个 middle central 央的 央是 我以前已经讲过的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央字是不是指尖尖的部分 中间的居于高处 对 叫央 对 我们经常说夜未央 就是夜没到那个极点 极黑 对 所以有些人 里面你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员 对 你在中 但你不在央吧 对 你不在那个权力最高层 对 所以中间的高处 嗯 我们在讲 呃 世界条神大乐 而不是 就讲金贵真言论的时候 说 匹 我们说肝病是对什么 镜像 对 啊 颈椎病 降脖子 杠头 嗯 他说这个匹在哪 匹在中央 输在挤 嗯 是吧 嗯 脊梁的挤 对 脊梁是不是在中 对 脊梁你摸那个 蒜盘猪 对 一个个的那个 胸猪腰堆 对 是不是在高处 对 又在中 又在阳 哦 所以他的体现在那个位置上 对 又在中 又在高处 这就是我们的对应的是匹 所以啊 人的身体啊 也是一座 也是一个大地 也可以互相比类的 是吧 你趴在那 你的脊柱这个地方 就是最高的地方 就是中央之处 又是中又是阳 对 又是中又是阳 好了 所以我们说 呃 给 说这人 匹吸收不好 小孩子 面黄肌瘦啊 呃 干肌 食肌 然后呢 就是不跟非洲小难名上 怎么办 捏肌 啊 在背上提背筋 哎 提那个后背最高处 哎 就能促进脾的消化 呃 我们食物里面有一个经典的话 也是皇帝内经说的 叫 毒药 攻血 嗯 就是你用这些有毒的药的话呢 你是身上有邪气 才用 意思就是说身上没有邪气 不要整天乱吃药 对 食药三分毒 对 那么平时吃什么呢 五骨为养 对 五骨为养 就是说植物的种子 嗯 是最有利于我们消化吸收 或者说在耗损你自身能量最少的基础上 吃什么最好 是吧 杀人三千 自损还八百 对 所以这种最好的食物就是五骨 植物 那五骨里面也有各种颜色 对 那里面最最相比之下 又容易被脾吸收的 是什么东西 黄色 黄色 什么东西 那叫树还在立 树吗 沧海一树 就是个小米 还有上次我们讲入心的那个树 嗯 就那个黄年米 嗯 什么颜色 黄色 哦 最容易消化吸收 所以呢 我们经常说这个小 我们用小米加步枪 打败了全副煤气装备的国民党军 你以为呢 小米是最好的良人 比你那吃牛肉罐都要厉害的多 哈哈哈哈 所以黄色的东西能够 我们说能调动人脾的消化吸收功能 哦 意思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的脾胃消化功能不好 或者吸收功能不好的话 那你应该穿啥衣服呢 穿黄色衣服 家里怎么装修呢 刷黄奖 刷黄奖 那你简直就是皇帝啊 从身体到心灵 我古东西触及生命文真 从文明到文化 道德之 考验能力机会 纵观古今 对比中西 每周六日晚十一点 梁东与您相约 中国之声 国学堂 重新发现 中西探美 依然是和后补中医学堂堂主 徐文斌老师 讲到中央黄色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压在心里面没问 黄帝是两个黄 有个是黄色的黄 有个是三黄五帝 我们讲的是 黄帝内经是黄色的黄色 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有讲究 您说说 黄帝之前神龙士 对 叫炎帝 他在哪起家 南方 南方火 红色 所以火生土 炎帝之后是黄帝 黄帝哪发家 黄帝就在中原地 中原发家 那理论上来说 黄帝之后应该是西方 还有人起来 土生金 事实没这么机械推 但是我就说 为什么他们叫 神龙叫炎帝 也叫赤帝 他是南方起家 代表我们长江流域的文明 黄帝是出生在轩辕丘 有人考证在新郑 河南郑州 有人考证在黄河流域 陕西或者是山西这一带 但是他其实代表一种黄河流域的文明 所以他叫黄帝 这是我们历史讲的三皇五帝 你说的那个Emperor那个皇帝 就是上面一个白是不是 下面一个网 没有研究 没有研究 徐老师这个知之为之之 不知为师之也 中央黄色入通于皮 不过说到这个地方 徐老师 我听说有一些中医诊所 他会把他的诊室 分成几种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病人来 在不同的诊室里面治病 讲究 政治讲究 这就说慢慢 我们中医复兴以后 就是古老的那些文明 就是那些仪式 那些规矩 都会慢慢恢复 不像现在是卖菜 敞着领子 雕刻一样 然后人一来就看病 不管在哪 我经常去 有时候出去 或者讲课 或者到电台做节目 电视台做节目 所有人一声歌不就让我好吗 我说您能不能约个时间 您把您当回事 也把我当回事 咱们正正经经的 讲个时间 氛围 地点 场合 对 然后认认真真看病 是吧 你在这种条件下 我给你开放 你敢吃吗 是吧 这叫讲究 这就是礼嘛 对 对 得讲 人的很多虔诚敬畏之心 是通过这些仪式培养出来的 对 是吧 我们现在好多东西都被革命了 都被打破 我这两天阅读礼记啊 对 哎呀 有意思 你怎么不沉读礼记 对 我总是早上没起床嘛 好 如同于匹啊 这个我们再说一下 以前这个皇帝啊 为什么选这种黄色的衣服 对 你看 皇帝的那个明皇 对 你看清朝有八旗 有正皇旗 有相皇旗 对 是吧 他为什么这个黄色 作为最尊贵的 他认为什么 我们古代中国思想认为 居中的 那个掌握权力的人 是可以统一四方 你再加个 加角就统一八方的 所以皇帝用那个颜色 就是黄色 其他人都不许用的 但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不同的朝代 有不同的主色调的 对 秦朝的时候就以黑色为主 秦朝是黑色 玄一嘛 对 这个到了近代呢 就是 其实从秦朝的治国历史来讲 他还属于一种 法家治国 酷吏治国 嗯 就是属于偏一 对于那种暴政 但是秦朝你说 他存续了多少年 对 十几年 对 我去那个秦始皇陵参观的时候 大家那个导游就说 你看这风水 什么脚踏什么河 被靠什么山 左青龙又拍火 我说你这风水选这么好 怎么叫你的 你的儿子 儿子腐苏被杀了 对 紫英 最后又被杀了 你这活了什么见 你这风水选的好吗 所以这个东西 风水啊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你搞那种暴政 失去民心的话 最后你就是埋在哪 你也得完蛋 嗯 所以秦朝这个制度 我是不大认同 我是特别敬佩 就是中国汉朝 出建立的时候 那个修生养息 无为而知 那个就是黄老书 黄老书 那会儿那个真是一个 而且黄帝内经啊 成书 嗯 什么书 也是在汉 就在汉朝初年成的书 对 就经过一个大动乱以后 这些靠口传新寿 把过去老师传上东西 记在心里的这些人们 才在安静下来 把它写成书 没有那个 学生养息的年代 恐怕我们现在黄帝内经 我们都读不到 嗯 所以啊 历史总是环环相扣啊 嗯 中央黄色 入通于皮 再说几个药物 刚才我说食物 对 小米粥 对 伤寒论说了 就是你吃完什么药以后 最后喝完桂枝汤 叫米粥 搓热锡粥 一生鱼 以猪要力 然后说 这个人得完病以后 米粥自养 不要吃肉啊 免得叫热移食复 很多人病了以后 就想吃点什么 清淡的 爽口的 容易消化 这时候熬点粥 或者算什么 面条都挺好 另外我们中药用的 几个非常好的 健脾药 就让脾的吸收功能增强 让人变得强壮的药 都是黄色的 比如 黄芪 黄芪你知道哪出最好 黄芪应该是中原地区出最好吧 黄天厚土 对 黄土高原上的黄芪是最好的 对 哪 山西咯 山西 我们老家 你问到这个问题 山西北面 混原线出的黄芪 叫北芪 也叫剑芪 就是那个射剑的剑 那的黄芪是效果最好 这个黄芪啊 它就是 补脾胃 生血压 甚至治疗这种胃下垂 或者脏气脱垂 效果特别好 但是现在呢 就没法说 现在为了提高产量 搞了一种叫树生黄芪 好惜啊 好惜 一年就能长成 然后我们现在开发 一般是长几年的 三年以上才能用 哦 就跟现在吃鸡肉一样 它这几十天就出栏了 你吃上脚的跟柴火一样 这个黄芪啊 我们原来一开 你看古书上 一两三十克 这就大量了 就怕给人血压升太高 气体力太强 现在看三十克 泥牛入海 无消息 没一点反应 开六十克 还没反应 最后 开一百多克 才有点 有那么点效果 对 就说明现在药材质量下降 对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中药就补脾胃的 你看 我刚才说的黄芪药 补中一鸡汤 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补中一鸡汤 里面主要药 黄芪 另外一个特别好的补脾胃药 叫什么 党参 对 黄色的 甜的 你知道为什么叫党参吗 不知道 上党地区出的这个参 上党地区哪 山西长治 思敬思敬 山西长治 这个上党的这个出产的这个参 补脾胃效果特别好 叫党参 对 你看啊 山寒论里面经常会用到人参 啊 你比如说李中文 啊 人参多少两 然后呢 白猪 然后这个干姜 吃干草 人参指哪的 人参是不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个东北人参 吉林参 高丽参 应该不是吧 绝对不是 人嘛 人主中嘛 天地人 人肯定在中间的嘛 对不对 高 高 现在我们读山寒论啊 一开什么 人参 多少两 就用那个红参啊 高丽参啊 或者深塞参啊 错的 你知道吗 在三国 就是张中景生活的年代 那会儿辽东 跟我们中原 是没有关系的 那会儿那个地方 不属于我们中原地区统治 对 所以记住啊 山寒论里面的人参 都是党参 哦 味道是甜的 如果你现在用山寒论的金发 给人啊 桂枝加人参汤 来一个加这个东北人参 错了 你用错药 怪不得 真正人参 我不知道你尝过没有 我不知道啊 现在我可能我吃都比较比较 比较那什么 比较塑效的吧 真正人参的味道是苦的 是入肾的 对 是补肾的 我都亲自尝过 然后就是好多时候 我们也同行同当变乱 我说人生是苦的 那个我还记得看电视啊 有个刘老根 嗯 就是赵本山演的 刘老根里面有个著名人物 叫药匣子 嗯 就是那个谁 范维演的 这个徐老师看来平常还是很有空的吧 哈哈哈哈 即将先放松一下 这个药匣子本名叫李宝库 是专门研究这个山上花 花花草草的 然后给刘老根的一个旅馆配药膳 他给刘老根就说介绍他药膳配方放人参嘛 他就说我用了什么人参 他说人参有什么药 这个李宝库就是药匣就上来就背 我们中药有个药性割阔四百位 我小时候就背过 第一位啊 就人参 他这么说 他说人参未干 大补元气 只可生精 调营养胃 营是那个营长的营 就是我们血管里流动这个气叫营 胃是什么 保护我们身体表面叫保卫的胃 四句话 很好记 这是那个古代明朝一家姓公的 他他给写的 他背完以后 你知道刘老根 就是那赵本山扮演的刘老根问他一句 他说人参是甜的 我怎么尝一支是苦的 我一看到这 我说赵本山尝过人参 李宝库背的是党参 你千万别认错药 好了 上次休息 马上回来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 梁东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 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 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 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刚才和徐老师讲到人生和党生的问题 那到底 这个一般我们说的人生 这到底应该指的是党生呢 还是指的是东北的人生 看你要干什么 对 如果你是补脾胃的话 对 你要用党生 党生是甜的 甜的 甜的味道黄色的 然后它是补脾胃的 长的样子也像那样的吗 长的那样也有个人样 但是不像那个人参 那么像个人 你要是说 它为什么叫大补元气啊 什么叫大补元气 大补吗 就是说我以前以为补就是家的意思 那叫义 对 所以很多人认错字了 对 好像认为吃人参就能让自己元气加的多 对 然后就活的长 Add something Add something 不对 它是止损的 嗯 当你元气快死了 就是快漏的时候 对 吃人参能给它补住漏 对 这叫大补元气 补锅嘛 是防止流失 所以你看我们抢救危重病人的时候出现什么 脱气 脱液 脱汗 脱血 脱精 这都是在漏元气啊 熬上人参 然后抢救 你看你的这个师傅 李可老先生 对 那就是抢救危重症的时候善用人参 是 他他美好多危药里面都有这样 不脾胃之气是什么 后天之气 嗯 用打身 真正要救命的时候 用人参 但是 现在人参都是人工栽培种植 就真正意义上的人参啊 所以你看那种野参参的话 价格比黄金都贵了 对 比黄金都贵了 对 现在有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到餐厅里面吃人参炒牛肉的话 你一定不要觉得诧异啊 那就是萝卜 对 萝卜是吧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 这个脾它实际上是指的不仅仅是脾脏 对 就是以脾代表的他们这一个 系列 对 脾幼对应的是胃 对 然后呢 脾幼组肌肉 对 下面他就说脾幼开窍于口 嗯 是吧 它一系列的 这个所谓的开窍于口啊 嗯 这个口到底是指什么是唇呢 口腔内部呢 口腔内部 口腔内部 嗯 唇也包括一部分 因为我以前讲过 就是说人的韧脉啊 从小肚子起来以后环绕口唇 对 所以口唇的颜色很性感 嗯 口唇的这种滋润程度也代表一个人的声誉的功能 这是经脉上的联系 嗯 但是口腔内部 就是口腔粘膜啊 这些口腔唾液的分泌 这都跟脾有直接的关系 哦 所以有些人如果这个口腔内部溃疡 嗯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这个胃或者是脾胃之间有些问题呢 肯定是火 但是虚火还是实火 嗯 那就判断一下 那怎么怎么能判断呢 你看有些人口腔起溃疡嘛 嗯 吃一顿辣椒 反而没事 就好了 对 口腔溃疡就好了 这说明什么 这人吃凉东西 积住了 然后那个火就浮到表面上 对 一吃辣椒 开了胃了 下去了 就好了 哎 但有些人是口腔溃疡 就是处于一种湿气加上热气 就反复不好的那种口腔溃疡 一般都有什么 吸收了太多的 我们叫湿毒 就是一种负营养化的东西太多了 嗯 你要给它去湿气 所以口腔表现出来的问题 你归咎去找匹 我们现在让口腔异味 是吧 你说的这种口腔溃疡 还有人长 小孩长额口疮 就是一种真菌的感染 嗯 还有的那就是口腔吧 他老咬自个儿的嘴 哎 是是是 有些人总是喜欢咬到自己的嘴唇或者舌头 这就是肿了 湿气 湿 水湿太过 所以咬到自己的嘴可不是偶然现象 可不是因为他想吃肉了 是因为他吃肉太多了 对 天底下没有偶然啊 嗯 只有必然 嗯 开窍于口 嗯 长筋于皮 开窍于口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望文文切成 我们要看他的口唇的厚薄 嗯 口唇厚的人呢 一般他的肌肉也比较丰满 口唇薄的人呢 一般的肌肉比较消瘦 也代表他的他的一种脾胃的功能 我发现有些人的面腔在变着 年轻的时候呢 口唇是比较厚的 哎 老的老长的吧 嗯 开始变得很薄了 对 年轻时候比较憨厚 脱脱嘴奔舌的 对 到老了以后变成凝压力尺 变成鸡小兰 鸡小兰 开窍于口 开窍于口就是一个脱液的问题 对对对 你看啊 有些人就是吃饭就得吃一口饭喝一口汤 对 口腔里面没有脱液 对 所有的水液折至于肾 当然到了口腔就有一个分管人的问题 那就是脾的问题 对 这是一种表现 这种我们说这种脾胃的阴血 或者阴液不太足 还有一种人什么 说话就是弹声碌碌 或者拖沫心思乱蹦 睡觉 嘴角上全是口水 对 睡觉一桌激动了 这口水都能跑到别人身上 睡觉时候呢 流口水 湿枕头 这种人呢 拖延又过多 这都是痞的问题 你就都要去 古人就是智慧在于 他把这些看似貌似没有关系的东西 给你列出一个规律来 让你去很容易的找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你看那个活 活着的活 三点水一个蛇 这个活这个字 如果他怎么解释 如果一个人嘴口干舌燥 就是口下没水 就说明他的经验啊 生化的不太足了 就是我们说一个人树 树没水叫枯了 对 这个人要没水呢 就很难就活了 所以治疗一些 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干燥综合症的话 一方面看看是局部问题 全身问题 你不说就是我嘴干 那么我们说啊 择之于脾胃 如果这个人嘴也干 眼也干 鼻子也干 或者是生殖器官也干 那就说明根上有问题 这根在哪 在身经了 辩证论证 辩证论证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从身体到心灵 博谷通心 触及生命本真 从文明到文化 道德之 考验 纵观古今 对比中西 每周六日晚十一点 梁东与您相约 中国之声 国学堂 依然回来到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西太美 刚才徐老师 讲到这个肝的问题的话 不是不是肝 而是干燥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要去看到底呢 是局部的干燥 还是全身的干燥 有一个前两天 有朋友 他说眼睛很干燥 通常是什么问题呢 眼睛干燥 首先是肝的问题 就是呢 我们说那肝胆的肝 肝血不足 肝血或者是肝的 肝也有自己的阴液 对 就不能上层 如果是程度较轻的话 我们一般在眼睛周围 有几个穴位 眉毛开头 这叫斩竹穴 斩是那个斩前的斩 竹是竹子的竹 斩竹穴 眼角 就是眼目的外痴 叫童子梁 就是胆睛的穴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扎一下精明穴 就是眼睛的内角 就是膀胆睛的第一个穴 几岸精明穴 做眼保镇超 对 这个针刺的就是力量更强 程度更深 程度轻的人 马上眼睛就能得到缓解 第二个方法呢 就眼睛干了 我们说筋能生水 筋啊 木活土筋水 那个筋 对对对 筋能生水 也就是说肺 它有一种推动人的体液 分布到各个部位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肺能帮助肾 去运化水液 嗯 你可以实践一下 你打个哈起 打完哈起 你发现没有 泪流满面 眼睛湿湿的 润润的 啊 叫金生水 这些都是小办法都能缓解 对 如果这些招都不管用 那你就从根上找问题 干的妈妈是谁呢 干的妈妈 木的妈妈是水嘛 对 你还要得补肾了 嗯 所以我们平常中药店有什么 起菊 帝 黄丸 嗯 是吧 起是枸杞的起 菊是菊花的菊 里面有帝黄 嗯 这些都是帮助你湿润眼睛 但是 能省 能挣的 不如会花的 嗯 您老人家整天盯那打游戏 看着股票 然后呢 熬着夜通着销 您那漏着 我这再给你补 没用 对 真正养阴就是借天地之力量 晚上早睡 嗯 秋冬收藏 对 说呢 长津玉匹 故病在舍本 长津玉匹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匹的这个藏 是给这些匹的这个系统 提供所有的能量 嗯 供他们活动的这个物质基础 就他的能量基地 基地啊 就是物质基础 对 但是很多人就经常跟我说 哎 我的匹切了 我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对啊 对吧 对啊 这问这个问题的人呢 犯俩错误 第一 他简单的把解剖学的那个 有形的物质器官 嗯 和我们中医的这个匹的概念 就对上啊 意思就是我这有个心 你那就必须对应有个心 我匹切了 你这个匹就崩溃了 大家记住啊 人不光是有一个肉身 有一个肉质的器官 他还有背后的东西 背后东西是什么 就推动这个器官工作的 我们说神经啊 血管在支撑他 那谁要支撑这些神经血管的 他的背后是谁 肯定是我们就是中枢的某个区域 在控制说 哎 现在几点了我要给匹供血了 那信号就过去了 嗯 他即便没有那个脏 那是不是说他就不给他供血了 你伤了他的物质的有形的东西 你伤了他那个无形的东西了吗 哎 在西藏生死书里面讲多过一个叫幽灵痛的东西 嗯 他说有一些人呢 做了节肢手术以后啊 对 晚上呢 你在做梦里 甚至真实的能感受到 那个被截掉那个手的痛 不用做梦 白天就感觉啊 我就这个西方的 这都不是西藏人说 现代医学有这个病啊 名字叫患脂痛 患是幻想的患 脂是肢体的脂 痛 他本来截肢了 比如说左胳膊没了 他能明确告诉你 大夫我左大拇指疼 你扎哪 你怎么知道 对吧 况且人有带肠功能 当人眼睛瞎了以后呢 他的嗅觉听觉会变得更敏锐 是吧 就是说我这个丈夫不能工作 但其他有代偿 所以切了痞了 不等于把痞所有东西都切了 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 我把我手切了 截了 但是指挥手的那一套工作的东西都还在 那个神还在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所以这个痞是藏经的 不见你切了它 你的经就没了 对 他的病 对 人的病 就是说痞胃出现了问题 表现在哪呢 蛇本 蛇本是哪 我以为就是以蛇为本 这个树根和树本 对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树根是什么 图以下那个东西 对 树本是树桩子 对 树干 我们以前不认识这个字 我不识字啊 你说本 根本根本就是根 不对 真正我们舌头 它有蛇根 这个蛇根是属肾的 这个蛇的主体是属皮的 你是吃那个九九压压 有的时候才有压舌头 有看那个蛇 它分两段 后面还有一个根 那个叫蛇根 那蛇根 前面有肉的 真正的就是那个主干 蛇尖是属心的 还有那么大 蛇的两边是属肝胆 所以说那个法兰西斯 接吻两个 两个蛇尖一打起来 肯定就心动了 而且他们有说 那个品葡萄酒 就说蛇尖对什么敏感 这个两边对神敏感 对 然后把舌头一剪 来回让那个是 酒在舌头上滚动 有什么感觉 味道都不一样 是 都跟我们的五脏是相对应的 是是是 蛇本呢 就是蛇的主体 就是说当脾胃有 有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会在舌头的主体 就是主干上出现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 是 胖大蛇 啊 你看舌头肿的 然后呢 伸出来水汪汪的 水汪汪 两边两排牙齿印 啊 什么意思啊 嗯 就说正常人 老天给你配的舌头 是正好跟 唇齿相依 就跟井水不犯河水 啊 牙咬不着你啊 你呢 能舔着牙 但是这个舌头 就脾胃里面湿气 食肌太重了以后 这舌头就肿了 啊 肿了以后怎么 你牙一合 就咬着这个舌头上 我以前老咬到自己 舌头肿的 啊 我们一看这碗 食气太重 然后 我们看舌头呢 中医望舌疹 就有个看舌苔 嗯 有好多人早上起来 一看舌头上面 厚厚一层舌苔 对 有些人就刮 啊 刮完了以后 嗯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啊 我说你有本事 把牙刷伸到肚里 去刮一刮 它这是个外在表现 哈哈 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皮 哦 负营养化 吸收了太多 不该吸收的东西 就像说太湖啊 对 什么早 什么早 我们现在好多得病 跟我们自然都是对的 天人相应嘛 对 对 故病在舌本 哎 你看舌头还看什么 通常 舌头要看这么几个 一个看舌头的颜色 对 第二看舌头的大小 啊 一个是形 一个是色 对 还要看态 对 他怎么动 你知道吗 好多人伸出舌头来是颤的 都认为是狗伸出舌头 在那儿哈哈哈哈颤 其实好多内心不安定的人 伸出舌头是颤的 散热呢 对 不是 哎 散心火呢 对对对 还有呢 小孩多动症 有个特点叫弄舌 有人说挤眉弄眼 对 他没事就在那儿吐舌头 就跟那舌吐杏子一样 其实就心里边那个毒火太重 吃吃鸡肉太多了 哦 吃的风火香山 就要看舌的形状颜色动态 有时候还要看一下舌底下 那个静脉血管 是不是那种怒胀的紫色的 我们舌头下面还有两个穴位 叫筋外穴 一个叫筋筋 筋是筋子的筋 筋是天筋的筋 叫筋筋 另外一个叫玉叶 就我们说治疗一些人 没有脱液 或者是 有点精神情质方面的问题 就扎着了 你真的在舌头上扎过针 我真扎过 我太可怕了 我怕他咬我 我还得拿一个东西先捏入他 对 拿个架子把牙齿给撑起来 对 真是这样吗 真的 我都扎过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喜欢吃口香糖 我在我小时候老吃口香糖 我妈叫我别吃 她说老吃吧 她就伤这个筋液 这个天筋的这个筋液 对 我特别反感人 嚼口香糖 为什么呢 首先不礼貌 中国人吃饭也是个很庄重 很庄严的事情 对 这些人就没事老在那嚼一个 嚼一个口香糖 做吃饭状 塞帮子一鼓一鼓的 这个东西是也是从美国流来的这种文化 对 很多人盲目跟风 这个有两个问题 一个 我们这个咬机 就是这个下颌关节 这儿有个穴位叫夹车 很多人得一种定叫下颌关节紊乱 就是他 当他咬一个大的东西 吃一个大的东西 昨天我还来个病 他说 徐太太 我又卡住了 就吃一颗大葡萄 一伸 咔 合不上了 就下颌关节 他这个紊乱怎么造成 就是老这么嚼东西 你不给他休息时间 我们一天吃三顿饭 该干活 干活 该休息 他整个天天就让人在那嚼着 还有一些很多未病人的表现 嚼不动 人家我有个老太太 是我妹的同学的妈妈 他就跟我 那个人是个经络敏感人 我给他扎针 针尖往哪走 气感怎么走 他没学过 他给我描写的清清楚楚 他就说这个经论 他就跟我说 他当他胃病犯的时候 他就觉得腮帮子酸 就这个夹车穴 夹车穴是未经的第六个穴 这儿气就不足 所以老嚼那个口腔痰 我个人认为都是在伤自己 另外 现在所谓的牙膏和口腔痰 我总是在怀疑他们 有破坏胃粘膜的作用 为什么呢 牙膏是不是得有清洁作用 对啊 是吧 你清洁是牙齿 你怎么能能保不齐 就能不能保证 你不吞个一两口 那个牙膏进到你的胃 肯定有 经常看 肯定有 你漱口后一小心 咕咚一口 所以我 我不是最早研究胃病 我突然发现 胃病都跟这个刷牙有关系 很多人把牙膏吃肚子里 得了胃病 得了胃病 没清洁牙 清洁了自个儿 胃粘膜 你这口香糖 口香糖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橡胶吗 有橡胶 你不会吞进橡胶 有什么甜味剂 有什么什么什么剂 至少它有防腐剂 对 你什么呢 对啊 那一脉一两年 你怎么保证它不坏呢 是吧 那个防腐剂会不会伤到你的胃呢 所以这些外来东西 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学做贵族 熊兔脚扑 苏瓷兔也没 不吃东西 我们就安安静静 所以我看到好多人 一边走 一边吃东西 然后一边干活 一边吃东西 我说你们都在伤神吧 你那个神顾得上 你到底该干什么 吃饭 正正经经吃饭 全身贯重 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做的 怎么吃更好 怎么吃更香 很认真 这都是大事 我们现在都把这个 活着不知道为什么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还在那拼命工作 哎呀 你们不是说我吗 好了 稍不吃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从身体到心灵 我古东京 触及生命本真 从文明到文化 道德之文 考验和认识 纵观古今 对比中西 每周六日晚十一点 梁东与您相约 中国之声 国学堂 从前发现 中医泰美仍然是和 后普中医学堂堂主 徐文斌老师 讲到这个舌头的问题 这个舌头呢 还有一些人 喜欢在舌头上 做那个舌滴 大搞个滴 你们啊 高级一点的 像个转子在上面 一身舌头 眼前一亮 对啊 这都是一种 自残自虐 不健康的心理 我都是反对的 就把我看到很多人耳朵眼打 耳朵上 打一眼还不够 打一排眼 自虐 自虐 也有他背后的心理 也有他心理的问题 所以舌头这个东西 我发现 就好多人失去了这种 嗅觉 有的人失去了味觉 也出在这个皮 吃什么东西 食不干味 胃同嚼辣 吃什么都一个味 你说这些人活得有意思 所以对这个舌头 一定要注意保护 怎么保护啊 我的观点是 不要受那种特别辛辣的 或者是寒热的那种刺激 现在可以研究 舌头上不是也有胃蕾吗 什么叫胃蕾 不就是一些活跃的小细胞吗 对 你这么先跨一道冰 然后跨在冰火两重天 然后再一道热水 然后再一道辛辣 然后最后全伤掉 所以你看真正会保护舌头 都是些什么人 品酒师 对 是吧 品酒员 那些人对舌头保护都非常好 有一些牙刷啊 他还带那种刷舌 那个东西好不好 那就是我说的 有本事你伸到肚子里去刷 你表面上刮一刮也对 真正的就是要去吃这种芳香化石 消食化肌的药物 舌头给你个信号 里面多余东西太多了 故病在舌本 其胃肝 其类土 其絮牛 嗯 其味肝 嗯 其味肝的意思就是说 甜的 甘甜的味道 是最容易被脾胃吸收消化的 对 同时呢 就是多吃甘甜的味道呢 也能增强脾胃的功能 这个甘还包括一个味道 叫蛋 嗯 嚼得菜根 什么叫嚼得菜根 一般人都要什么 加点什么辛辣刺激 咸鲜美味的 是吧 但是呢 五色令人亡 嗯 这种五味就是滋味太厚了 我们叫干脆肥浓 辅偿之药 就是你吃的这么多东西 味道这么重 说明什么 说明你脾胃消化吸收功能差了 你才加这么多刺激 就跟一个男人性能力不强 非要吃春药一样 真正一个脾胃功能强的人 就是什么 能在这种干淡的饮食当中 品出滋味来 嗯 真正 红叶老师不是讲过吗 对 真正吃饭是吃什么 什么叫吃饭 对 我们现在把吃菜当吃饭 吃饭就是真正的吃饭 就是一碗小米饭 干饭或者白米饭 有这个 如果这个粮食就是个五股好 主食好 都可以不用菜 直接拌点酱油汤 拌点豆吃 都能下饭 而且那个人吃的津津有味 嗯 我们现在什么 大鱼大肉了啊 浑腥 然后最好不吃主食 够了 嗯 颠倒 嗯 如果你有一副好的肠胃 或者是有一副好的脾胃 你能从一些很薄的滋味里面 或者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滋味东西 你品出滋味了 这时候你吃饭 就是别人看你很将就 其实你消化吸收非常好 那帮病人什么 必须得闹点辣椒 没辣椒 不下饭 没胃口 对 这些人都跟 我刚才说跟吃了春药去干活一样 对 所以真正的味道 真正养人的味道 干淡 你们在外 老在外面吃饭的人 你把那个饭 你打包回家 第二天早晨起来 你尝一下 嗯 你都咽不下去 味道太重 太厚了 太咸了 嗯 可是你头天晚上吃 为什么不觉得 对 那会儿你在处于一种油和腻的状态下 你必须靠这些东西来刺进你的肠胃 你能吃下 对 可是当你睡了一觉平和了以后 你才知道 哇 我怎么吃这么 味道这么重的东西 所以老是在家吃饭的人 我个人认为健康长寿 对 老吃这些干淡的平淡的人 省自己的元气 人吃饭就是拿自己元气去化骨气 对 你吃那么多没用的东西 然后吃了以后就排出去东西 你还不如吃点适量的 而且古代有一个养人的饭叫陈仓米 我们现在你要吃火力旺有劲的饭 吃新米 可是有些人脾胃功能弱 吃了以后受不了 怎么办呢 吃陈仓米 就是放直了很多年的米 那个米啊 就是他那种 就我们现在说分化了 或者蛋白质 这个 小解了 那个米什么 味道就特别干淡 就对这些脾胃有毛病人 我们刚刚大病出狱的人 熬上了点陈仓米喝 慢慢就恢复了 在孔子讲到这个叫酱 他要吃酱 你看韩国料理和日本料理 他还是有那种酱 有一些那个潮州的那个菜里面 他有酱 但是我现在很少在这个汉人吃的饭 那个时候 他有那个酱 东北有 对 东北有 冲 孔子讲过 不得其酱 不得其酱不实啊 对 这个酱是怎么来的呢 发酵 我们待会儿最后要讲到肾的时候 我们会讲这个话题 对 就是发酵以后 能够微生物发酵 或者利用自身的煤发酵以后呢 能够帮你去分解 这种动物和植物蛋白 嗯 又省了你的元气 怪不得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臭豆腐 好多这个韩国人或日本人 喜欢吃臭豆 嗯 我们闻一下都觉得受不了 人吃津津有味 为什么 神需要 你身体的本身知道的 嗯 最早我觉得也不是说 我们靠什么科学研究发现臭豆 是动物的本能 还发现这个东西变成这样以后 尽管闻着不好闻 吃尽以后这个 那个化的功能 嗯 不是削的功能 化的功能提高了 削和化怎么区分呢 削是物理变化 一块大猪肉 嚼成了小块猪肉 最后变成了乳迷状的 它还是猪肉 化呢 嗯 经过你的鎂 猪肉 蛋白质 分解成氨基酸 氨基酸再重新组合 变成人肉 嗯 化了 所以很多人不健康 估计就是没化 不化 消化不良 其实就是没把猪肉 有的人是消不良 有的人是化不良 对 一定要分清楚 消是胃的问题 化是小肠和三胶的问题 怪不得 嗯 怪不得 但是话又说回来 对 中医的理论 嗯 哲学 物无美恶 过则为灾 那我说啊 吃甜的 肝蛋东西对脾胃好 那我就吃甜的 对 吃了啥结果 啊 土伤水 土壳水 所以吃甜东西估计肾不好 首先表现在牙不好 对 因为骨为 那个牙为肾之鱼嘛 对 骨之鱼 对 肾足骨生髓 对 然后呢 牙是骨之鱼 所以你看小孩子吃糖多了 不是说传说中广告里面都是叫做什么橘齿啊 橘齿 对 其实就是把肾给伤了 啊 还有个成语叫呼伦吞枣 嗯 什么意思 枣是补脾胃的 枣甜的嘛 大红枣甜又香嘛 对 但是吃吃甜多了 上肾 所以有个哥们很聪明说 那我就不拿牙咬它了 我就直接吞进去了 他这个思路是对的 对 起码他知道吃甜多了对肾不好 对 但是他认为什么不经过牙咬你就不接触牙了 对 你经过脾胃吸收消化以后 身体体内血糖增高 你张要会上肾 对 所以大家记住 吃甜的多了以后就上肾 第一个表现 吃甜的多了以后 小便就哗哗哗的 顾不住水了 顾不住水 就肾的这种 哎 必偿功能就不行了 如果再吃甜的多了 女人就会出现白的异常震动 嗯 啊 有人说真菌感染 没菌感染 不是 他是湿气 就是营养东西太多了 他要从那往出走 男人会表现出来 在阴囊周围就出现这种 年汗 有的阴囊周围出现 吃枕 我看到很多人在那坐 就是一会儿揉揉 这样一会儿动一动 我一看 哎呦 是不是 当下有失 所以甜的东西吃多了 对脾胃好 对肾不好 对生殖功能也不好 还有人吃的这种 营养过多以后 会出现肥胖 肥胖的人 就是女性的肥胖 就导致一个问题什么 必经了 不来立价 老百姓有句俗话说什么 母鸡肥了不下蛋 我原来这句话从这里来的 他吃胖了以后 他就不排卵了 对 因为肾主 肾子嘛 所以这个 那个 那个producing egg 是肾的问题 你吃甜的东西呢 就抑制住他这个功能 对 你看另外一个母乳喂养 当母乳母亲去产去生产这个甘甜的乳汁的时候 对 他那会是没有月经的 哦 当他一回奶 停止给孩子哺乳了 神经月经就来了 那土呢是克水的 但是呢 本来木克土嘛 那如果土再强的话 会不会反武器 那就更复杂了 但是我们就说一个最基本的关系 千万别认为 一说这个对什么好 一定是我们治的那个病是什么 就说正好它是什么 土不足 正好呢 肾水还挺足 我们给它补 补到一定程度 不吃了 所以我现在很反感 有些人一个人开药 就半年一年吃去吧 那你这个药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 有效 那它症状就变了 那再吃你的药就不对了 对 那你要是没效 我吃你半年药干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尊贵点啊 找大夫去看望闻问切 开出一副对我合适的药啊 吃上顶多三五个三五星期 然后就停药换药啊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在这里 如果要捏一个穴位啊 或者悄悄胆筋带脉这种事情 做哪一个体力动作 是有助于我们的脾的这个健康 脾有几个穴位啊 就是最有代表性 就是脾筋上呢 有一个叫太白穴 这太白穴在哪呢 就是我们经常痛风出现这个地方 在哪 就是大脚趾的内侧 啊 大脚趾的那个折趾关节的后面 那个穴叫太白穴 啊 太白穴呢 后面有个叫公孙 嗯 这两个穴位在足底按摩的时候 一个是代表人的这个甲状腺 另外一个代表人的胃 按摩这两个地方 能够促进人的脾胃的消化和吸收 特别是那个公孙穴 有些人去吃一点东西 做就觉得特别脏 是不是就是这个脾胃能力不强 那就是胃的问题 胃的问题 嗯 而且是胃脏了之后呢 就睡不着觉 对啊 胃不合则卧不安 嗯 这个问题有点甲工基石 主要是帮我们的老马 啊 认识老马 哈哈哈哈 好了 感谢薛老师在今天呢 和我们花了一个小时 轻轻松松的讲两三句话 嗯 太感谢了 谢谢薛老师 再见 再见